脱欠农民工工资列入失信名单期限内 再次欠薪不予信用修复 又至岁末之时 自11月1日启动的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 正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开展 根据国务院根治 脱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部署 至2022年春节前 以工程建设领域和其他欠薪 一发多发行业企业为重点 在全国范围对欠薪问题 实施集中专项治理 为进一步提高黑名单管理法制化 规范化水平2020年5月实施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专门规定要将符合条件的当事人 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并要求人社部研究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根据办法 列入失信惩戒名单的有两种情形 一是客扣 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 达到认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标准的 二是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 极端事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此外 还规定了审慎列入条款 及人社部门做出列入决定前 用人单位已经改正欠薪行为 且做出不再欠薪书面信用承诺的 可以不予列入 一旦被列入失信惩戒名单 人社部门将把相关用人单位名单 转到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有有关部门在政府资金支持等多个方面 依法依规于已联合惩戒 最长期限可达三年 让违法失信者寸步难行 也对各类用人单位起到警示震慑作用 进一步提升其手法诚信意识和水平 维护公平公正的用工市场秩序 对特别严重的欠薪行为 办法规定了 不予提前一出的情形 一是列入失信惩戒名单期限内 再次发生拖欠 能民工工资违法行为的 二是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 正在刑事诉讼期间 或者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三是法律法规和党中央 国务院政策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